听了你们的经济见证 感觉也很实际 你们对全能神座的末世审判工作 怎样洁净人 拯救人 交通的让人心服口服 我无话可说 但我认为 我们信主耶稣多年 一直为主劳苦做工 也受了许多的苦 并没有否认主耶稣的名 更没有背叛主耶稣 按照主的应许 主是不会撇弃我们的 如果主来了 应该先提我们进天国 为什么你们却先接受了 我们反而落在后面呢 我们不服 如果我们不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到底能不能被提进天国 这是我最关心的事 对此你们到底怎么解释呢 难道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多年的人 就真的不能被提进天国吗 难道主耶稣的应许都废弃了吗 我还就不服了 我就不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看看到底能不能进天国 郭姊妹 魏弟兄 两位姊妹把真理教得这么清楚 你们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人凭热心为主劳苦做工 怎么能代表人实行主化顺服主呢 人的劳苦做工不都是为自己得福吗 就怎么能证明人明白真理得着生命了呢 神是公义圣洁的神 神怎么能容许禅场犯罪 还能否认真理抵挡神的人进入神的国呢 现在经过交通应该能看透这事了吧 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 你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如果还能映着景象否认真理 这还是信神的人吗 人家把真理交通了这么明白 我们得接受顺服 这才是有理智的人 是 信神总得有见过神的心 是啊 这已经交通得这么清楚了 怎么还能明白啊 刚才郭姊妹提的这个问题 其实很好解释 有些人 明知道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都是真理 能竭尽人拯救人 但就是不接受 忍顽固地持守 自己的观念想象 认为只要持守住主耶稣这个名 为主撇下一切 劳苦做工 就能被提进天国 这样的人 是什么人呢 可以说 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是喜爱真理 接受真理的人 纯粹就是不信派 人信神 走什么道路 都有人自己选择 神不勉强人 但人必须得明白 神每开展一部新工作 都要赐给人真理 与当行的道 尤其神做漠视的审判工作 是神拯救人类工作中 最关键 最根本的一部工作 人只有接受 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才能认识人的本性实质 与撒旦性情 认识神公义圣洁的性情 逐渐明白真理 得着真理 撒旦性情 得着洁净 这是人蒙拯救 进天国的唯一路途 阿们 人如果拒绝接受 神漠视的审判工作 就永远得不着真理 摆脱不了罪的捆绑 就没有资格进天国 即使人以前做许多工 受了许多苦 付过很多代价 也不会得着主的称许 我们来看看全能神的话 末世的基督 带来的是生命 带来的是长久的 永远的真理之道 这真理 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途径 世人认识神 被神称许的唯一途径 你若不寻求 末世的基督 供应的生命之道 那你就永远 不可能得着 耶稣的称许 永远没资格 踏入天国的大门 因为 你是历史的傀儡 是历史的囚犯 被规条 被字句 被历史的枷锁控制的人 永不能得着生命 永不能得着 永久的生命之道 因为 他们得着的 只是持守了几千年的 污浊之水 而不是从宝座之上 流出的生命之水 没有生命之水 供应的人 永远是死尸 永远是撒旦的玩物 永远是地狱之子 这样 还能见到神吗 不凭着基督 口中的真理 而想得着生命的人 是世上最荒谬的人 不接受基督 所带来的生命之道的人 是异想天开的人 所以我说 不接纳 默示基督的人 永远是神验证的对象 基督 是默示 人进入国度的大门 任何人 都不能逾越 任何人 都不可能 不通过基督 而被神成全的 你是信神的人 就得接受神的话 就得顺服神的道 不要只想着得福 却不能领受真理 不能接受生命的供应 基督默示来到 是要向所有 凡是真心相信他的人 来供应生命的 这工作 是为了结束旧时代 进入新时代 而有的工作 是所有 进入新时代的人的 必经之路 你不能承认 而且还定罪 或亵渎 或加以逼迫 那你定规 就是永世 都被焚烧的对象 是永远 不能进入 神国中的人 因为 这基督 本是圣灵的发表 是神的发表 是神在地之工作的 托付者 所以我说 你不能接受 末世基督所做的一切 那你就是 亵渎圣灵的人 亵渎圣灵的人 该有的报应 那是每一个人 都不言而喻的 我还要告诉你 你若是抵挡了 末世的基督 弃绝了末世的基督 那你的后果 是无人能替你承担的 而且 从此以后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 获得神的称许了 甚至你想挽回时 也不能使你 再见到神的面 因为 你抵挡的 不是一个人 你弃绝的 不是一个小小的人 而是基督 这样的后果 你知道吗 你做的事 不是犯了一个小错误 而是犯了弥天大罪 所以 我劝每一个人 都不要在真理面前 张牙舞爪 信口雌黄 因为 只有真理 才能将生命带给你 除此以外 没有什么 能使你得以复生 再见神面的 我该说的 都对你们说过了 该选择怎样的路 那都是由你们自己的选择 而决定的 你们应明白这样一句话 神的做工 从来就不等待任何一个 跟不上他步伐的人 神的公义性情 对任何一个人 都是无情的 全能神的话 说得太清楚了 你若不寻求 末世的基督 供应的生命之道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 得着耶稣的称许 永远没资格 踏入天国的大门 我看了这话 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 这是神的声音 这就是神的声音呢 阿弥陀佛 除了神 谁有权柄 掌管国度的大门呢 谁又有权柄 定人的结局呢 是 看来 我们只有接受顺服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才能得着真理 得着生命 才能蒙拯救 进天国 阿弥陀佛 没有这个权柄 是啊 全能神的话 真是太有权柄 太有能力了 阿弥陀佛 人不接受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就不能蒙拯救 进天国 是啊 确实对 阿弥陀佛 现在大家 已经都听明白了 真看见主耶稣 已经回来了 全能神正在座 审判从神家 起手的工作 这对整个宗教界的人来说 都是显明啊 是 现在宗教界 正是处于大饥荒 大显明的时期 人都要各从其类 你们看 主隐秘降临 做工的动静 大不大 大 大 真是太大了 是啊 人谁能做 这么大的事呢 是 末世全能神发表真理 做审判的工作 把各类人都显明了 人到底是 麦子 还是拜子 是聪明童女 还是余卓童女 都显明出来了 那些接受 全能神末世 审判工作的人 都属于聪明童女 他们被提到神的宝座前 接受神话语的审判 捷径 逐渐明白真理 得着真理 对神有了些真实认识 脱去了撒旦性情 脱离了撒旦权势 最终被神成全为得胜者 神做成的这班得胜者 就是在神以后的国度里 与神一同作王掌权的人 正是神国度中的柱子 这正应验了启示录的预言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 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臣的名 并我的心名 都写在他上面 当神把这班得胜者 做成后 神道成肉身所做的 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就告一段落 神就离地回西安 之后神降下各种灾难 赏善罚恶 那些疯狂抵挡定罪 全能神的人 都将落在千万年 稀有罕见的灾难中 受惩罚 凡是被神竭尽成全的人 都在灾难中蒙神保守 圣存下来 进入神的国度 承受神的应许祝福 这就完全应验成就了 启示录的预言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看哪 神的丈母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阿们 我们再来看几段 全能神的话 好 人类都恢复了 起初的模样 都能各尽其职 守其本位 顺服神的一切安排 这样 神在地上 就得着了一般敬拜祂的人 祂在地上 也建立了敬拜祂的国度 祂在地上 永远得胜 那些与他敌对的 永远灭亡 这就恢复了 他起初造人的心意 恢复了 他造万物的心意 也恢复了 他在地的权柄 在万物中的权柄 在仇敌中间的权柄 这是他完全得胜的标志 从此 人类便进入安息之中 进入人类正轨的生活 神也与人一起进入永远的安息之中 进入永远的神与人的生活之中 地上的污秽 与悖逆消失了 地上的哀嚎消失了 地上的所有与神敌对的都不存在了 只有神与那些曾经他拯救的人存留 只有他造的万物存留 活度随着我化的完善 而逐步成形在地上 人也逐步恢复正常 从而在地建立我心中的国度 在国度之中 所有的子民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不再是冷若冰霜的冬天 而是四季如春的春城世界 人不再接触人间的凄凉 不再忍受人间的寒冷 人与人不相争 国与国不争战 不再有残杀之壮 不再有残杀之血流动 全地充满喜乐之气 到处洋溢着人间的温暖之气 人类有这种生活 这是以后地上的生活 是地上最美好的生活 也是人向往的一种生活 是有史以来 人未曾达到的一种生活 这是六千年 经营工作最终的果效 是人类最盼望的 也是神给人的应许 但这应许得通过一段时间 等到末了这部工作做完 人彻底被征服了 也就是撒旦被彻底打败了 人类就进入以后的归宿之中 人经过熬炼之后 也没有罪性了 是因为神打败撒旦了 也就是没有敌势力 能够侵扰呢 没有任何敌势力 可以攻击人的肉体 人就自由了 人也就圣洁了 这就是进入永世里的人 大灾难以后 国度就直欠在人间了 那才是基督散全的国度 地上的国 神的我属和属基督的国 这话就完全应验了 在国度直达 没有恶魔掌权 没有恶人担当 也没有邪灵的搅扰了 那人类的生活 就真是幸福快乐了 再没有什么悲哀 眼泪痛苦了 为什么世界这么邪恶黑暗呢 原来就是因为恶魔掌权造成的 执政掌权的都否认神 抵挡神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不黑暗邪恶呢 尤其神道成肉身 来做末世的审判工作 大红龙和宗教首领 竭力地抵挡定罪神的做工 败坏人类宠伤邪恶 没有多少人能理睬神的做工 所以神就降下大灾难 要毁灭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 尤其是中共 公开抵挡定罪全人神 与神较量 这样的国家 怎能不遭受神的咒诅 首先被毁灭呢 看看中国 灾难越来越大 明显就是神的咒诅 神的惩罚 这是罪有应得 看来 善与善报 恶与欧报 十号一道 一切独报 这话一点都不假 末后的大灾难 就是要毁灭 一切抵挡神的撒旦种类 那时 基督的国度 就完全实现在地上了 正应验启示录的一眼 我又看见 圣诚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看啊 神的障目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这样 一个光明公义的时代 才会出现在地上 最关键的是 地上没有撒旦搅扰 没有邪灵做工了 人都顺服神 就再也没有咒诅 没有灾难了 如果人都顺服神 敬拜神 还有神的看顾保守 这是蒙神祝福的人类啊 这才是天国 降临在人间啊 国度的生活真是太美好了 我们身在末世的人 能有幸看见神的显现 接受神的审判捷径 被神做成得胜者 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 美好福分 这福分可真是太大了 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今天 听你们这么一交通啊 我全明白了 神末世做审判的工作 太有必要了 人不经历神末世的审判 捷径就不会达到圣洁 更没有资格进神的国 是 以往 我不认识神的做宫 总认为 主耶稣已经赦免 我们一切的罪 我只要撇下一切 为主劳苦做宫 主来 肯定会提我进天国 所以 面对全能神的末世做宫 我不但没有寻求考察 还拦阻弟兄姊妹考察真刀 这实在是在作孽啊 这是在抵挡神啊 现在 我完全看清楚了 我就是一个假冒为善 抵挡神的法里塞人 我真不配 活在神的面前呢 但神没按我的过犯对待我 还拆派姊妹 一次次给我传福音 使我接受了神的末世审判 有了蒙拯救 进天国的希望 不然 等到神公开家园降临时 像我这样被你 抵挡神的人 只能落在灾难中 受惩罚了 还哪有机会 进神的国 阿们 感谢全能神 把我从梦中唤醒 阿们 让我听到神的声音 被提到神的宝座前 阿们 面对面的接受 神的审判 结局 这是神特别的怜悯恩怠 阿们 是神完全的爱呀 阿们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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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